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北部的朋友都感覺到 今天有些間歇性的陣雨出現 海邊的陣風來說 也已經比較偏大了 現在目前在無氣海邊的陣風 大約是在8級的陣風 在北部地區的海邊 也有在8級左右的陣風 風力的部分會隨著 現在開始要天黑以後 時間越晚 相對的這個雨的部分來說 將會逐漸的再更為明顯 風力的部分也會再更為的增強 但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就在於說 現在在這個時候 颱風眼的中心位置 它目前是距離我們台灣 大約在台北的 東南 東方的海面上面 大約是在300多公里的 大約是在390公里的海面上 以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 颱風眼現在是清晰可見的 我們把這張圖來放大看一下 就可以更明顯看到現在目前 這9號颱風的 整個雲系結構發展了 從雲系結構發展當中 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現在目前颱風眼 已經逐漸的要接近哪裡了 要接近石原島跟宮古島 這附近的海域了 整個雲帶的發展來說 最主要一點在今天白天的時候 強度的部分在增強 現在的暴風半徑 大約是在這280公里 左右的暴風半徑 中心風速現在是在 每秒53公尺 它是一個強烈颱風 而強度的部分你會問說 還有沒有在增長的空間 目前來看沒有了 因為颱風本身的 整個外圍的雲帶 已經開始要接近 我們台灣的陸地 隨著颱風越接近 地形會對這颱風造成一些影響 所以現在它的中心風速 就維持在每秒53公尺的風速了 暴風半徑 大約就在280公里的暴風半徑 但這個颱風我們來解析它 可以看到南原向線的 雲帶的發展是比較旺盛的 在昨天的時候 南原向線的雲帶的發展量更多 今天因為中心風速強了以後 整個雲系的發展的結構體來說 逐漸的比較完整了 而目前在它整個以穩定的速度 是朝著一個比較偏著 西北的方向在移動 目前的移動速度來說 它現在是朝著西北的方向在移動 速度來說的話 現在是在19公里的每小時 所以以目前來看 它的速度來說 算是一個非常穩定的速度 在前進了 但對於我們陸地的影響 我們注意到這邊 有沒有看到 北部地區在今天白天的時候 十二會有涼光開始露臉 但是到了下午以後 外圍的雲帶開始逐漸的進入 使得在北台灣地區的天氣形態來說 零星的陣雨的現象來說 逐漸的就開始明明顯了 而講到雨量的部分 我們就來看到這張雨量圖了 雨量圖上我們可以看到 在今天白天的時候 主要以北部地區的降雨為主 但到了下午以後開始 中部 南部山區 是因為熱對流的關係 所以中南部也有一些 零星的陣雨狀況出現 在今天爸爸節 晚上你帶著爸爸出去的話 請你在午夜左右之後 趕快回家 因為在北部地區 又過了午夜以後的話 相對的天氣條件來說 會越來越不穩定 而在中南部來說 今天晚上的話 因為颱風本身還在台灣的 東邊向線的關係 所以在西半部地區來說 今天晚上仍然只有雲量多 有些零星的短暫 新的陣雨狀況出現 但我們再來 來開始解析這颱風了 先來注意到這張雷達了 雷達圖上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雲溪的發展 跟外圍的雲帶的進入 也可以看到很明顯的一點 就是在今天白天的時候 吹著比較偏著 北北東風進來 在降雨的形態來說 陽明山地區有 另外在木柵新店山區 跟宜蘭的山區 還有包含了桃園新竹的山區有 另外到了中部地區 也有在南投山區 跟包含高屏的山區 有些陣雨 但我們可以注意 這颱風 我們接下來注意到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這裡就是颱風眼了 颱風眼在現在這個時候 已經開始清晰可見了 因為已經進入了 我們雷達波照射的範圍之內了 當然在高空場來說的話 現在目前整個颱風的 移動的速度來說很穩定 現在即將要通過宮古島 跟石原島中間的這條水道 當它通過之後 路徑的走向就變得非常的重要了 以目前來看的話 它當通過以後 它會往彭佳與北方的海面前進 速度來說會很穩定的 朝著西北的方向移動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就來看看它的路徑圖了 從路徑圖上 我們可以看到 在現在的這個時候 颱風的中心位置 距離我們台北的東南東方海面上 大約在380公里的海面上 以目前移動的速度跟方向來看的話 大約再過4個小時到5個小時 包含圈的邊邊 就會開始要接觸到 我們台灣的陸地了 風雨的感受上 也會隨著到了午夜以後 到明天的白天這段時間 相對的會比較明顯的 所以我給大家第一個時間點 也就是在今天的凌晨以後開始 一直到白天的早上的 這段時間來說 要特別留意的就是 北部地區的風跟雨的感受上 會隨著颱風的路徑的過程當中 在這段路徑當中的時候 而開始逐漸的增強 尤其在明天的大約到了 明天早上的天亮的時候 颱風的中心到達了 台北的東北方的海面的時候 整個風場開始有點 偏著北北西風進來 而使得這個風會灌進哪裡 會從台北盆地的出海口的地方 也就是淡水河口進入台北盆地 所以在明天天亮的時候 在台北地區的朋友 你會感覺到震風的部分 會略為的比較偏大一些 大約在10幾左右的震風 另外就在於海邊的浪的部分來說 在今晚到明天都是屬於 在一個狂濤的狀況 所以海邊的公路 如果在北海岸行駛的朋友 可就要特別的注意 我們給了第一個時間點之後 再來給第二個時間點 就是早上的10點以後開始 一直到達明天的 下午的2點鐘這段時間 因為在這段時間的過程當中 颱風整個移動的速度來說 它會很穩定的朝著 鵬家嶼北方的海面前進 也就大約會從釣魚台的南方海面 到鵬家嶼之間的這條水道通過 而在逐漸的通過之後 到了明天的傍晚時刻的時候 大約颱風的中心位置 就已經進入到我們 台北的北方的海面 190公里的海面上了 到了這個位置之後 距離190公里 颱風的暴風半徑是在280公里 也就是說颱風的暴風圈 在進入我們陸地的範圍來說 大約是在110公里的暴風半徑 會在我們的陸地上 這個颱風本身的 實際風的暴風半徑是100公里 也就還好 這颱風如果以這條路徑來走的話 它的強風區的部分 都會在鵬家嶼以北的海面上通過 對我們陸地層面的影響 因為一個颱風的結構體來說 最大的破壞區 也就在這颱風也附近的 這10級風的暴風半徑範圍 幸好這暴風半徑的範圍 是在海面上通過 對我們的影響層面來說 也就是說風力的影響層面 就沒有那麼強 不過有一個變數 什麼變數呢 就在今天晚上通過了 石原宮古島附近海域之後 就要看北方的高壓的強度 高壓只要增強一些些的話 颱風就會比較偏 一稀一點的方向走 相對的 這10級風的暴風半徑 就會比較貼近於我們的陸地 對我們的陸地層面的影響來說 就會比較明顯 但是如果說颱風的 北方的太平洋高壓勢力的 強度部分是減弱多一些的話 它就可能有點在比較偏北走 也就是說更接近於我們的 釣魚台的海面通過 甚至通過釣魚台上空的話 那距離對於我們來說的話 相對的10級風暴風半徑 就會在我們 離我們更遠的距離通過